通过弟兄姊妹的评价看到 张衡性情凶恶 经常挟制人 打击人尽门问的积极性 好些弟兄姊妹都怕她 受她挟制 但领多次交通记录 她也不反省自己 没有丝毫地扭转 根据张衡这些表现 足以确定她就是个恶人 需要尽快和弟兄姊妹交通 讲得清楚之教会 张衡人性是不太好 也挺狂妄 可是她毕竟信神时间短 是不是在交通帮助 一段时间看看 张衡的表现 不仅仅是败坏流露 那么简单 而是本性的问题 给恶人留悔改机会 就是给死人吹气 是做无用功 去年我在陈光教会 做带领 也遇到一个 和她表现类似的恶人 当时我对恶人实质 没有分辨 认为她只是 一时地败坏流露 就把她留在教会里 迟迟没有清楚 结果给弟兄姊妹 造成伤害 也耽误了教会工作 留下了过法了 后来也是借着 读神的话 明白这方面真理 才扭转自己的错误观点 最后把恶人 清楚就教会了 那你具体说说呗 是啊 行 那是去年八月份 一天 有姊妹跟我反应 萧妍在教弟兄姊妹 维修电子设备时 没有爱心耐心 只要弟兄姊妹 学得慢一点 或操作上稍有失误 她就劈头盖脸的 一顿教训 贬低人家 素质差 反应外 不适合学习技术 弟兄姊妹 感觉太压抑 受挟指 有不会的地方 也不敢咨询她 担心惹得她不高兴 又被教训一顿 只能 私下自己查资料 或是再找其他人学习 后来 有姊妹提议 希望能换一个人 来教他们学习技术 我听后心想 萧妍在世上 就是专业搞维修的 难免要求会高一些 这也是为了 大家能尽快学好技术吗 另外 萧妍信神才两三年 近本分时间也不长 败坏心情流露多一些 这也正常 我还是 先交通帮助看看再说吧 于是我就跟姊妹交通说 萧妍是新人 血气大点 心情狂妄一些 这也是难免的 我们要多担待一点 姊妹听我这样说 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过后呢 我也找了一些神的话 跟萧妍交通 并指出 她占地位教训人 会让弟兄姊妹受挟制 这样做不造就人 对待弟兄姊妹 应该多点爱心耐心 对 萧妍听后 也承认自己不对 接下来愿意扭转变化 还说 多亏了我 把她身上的问题点出来 这也是她认识 自己的好机会 还希望 我以后能多给她指点 看到萧妍认错的态度挺诚恳 也愿意反省认识自己 我就觉得她能接受真理 接下来应该会有些变化的 就让她继续教弟兄姊妹技术 那后来怎么样 她有转变吗 是啊 没有 一段时间后 有弟兄姊妹再次反映萧妍的问题 说她还是经常莫名其妙的 发火教训人 话里带着排斥打击 弟兄姊妹都有些害怕的 有时 明明熟悉掌握的技术 看到萧妍在旁边 紧张得都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甚至 有的弟兄姊妹 被她教训的都不愿意学了 有个姊妹 操作时出现点失误 萧妍就用手指着姊妹 大声训斥的素质差 学习技术不用心 把姊妹教训的 低着头不敢说话 还有个姊妹 学习技术相对慢一点 萧妍就当众训斥 贬低姊妹素质差 头脑不好使 还让姊妹下次不要来了 姊妹被训的 躲在卫生间偷偷地哭 还说以后不想学了 我听后觉得很意外 这段时间 我没少跟她交通帮助 她怎么还是没有一点变化呢 是啊 她跟弟兄姊妹相处 连最基本的人性理智都没有 还能常常教训人贬低人 打击人的积极性 这不是恶人的表现吗 是 于是我就针对萧妍身上的问题 再次揭露解剖她 做事的性质属于打压人 是恶人的表现 得赶紧扭转悔改 是的 萧妍听后和上次的态度一样 表现得很诚恳 承认自己人性不好 还说让我们以后 能严厉地揭露对付她 这样能促使她尽快悔改变化 说着说着 眼泪就流下来了 看到萧妍 懊悔自责的样子 我心想 每次揭露对付 她都能接受 认错的态度也挺诚恳 有时还向弟兄姊妹 赔礼道歉 甚至恨自己 删自己嘴巴 这证明 她还是能接受真理 愿意悔改变化 况且 萧妍信身时间短 明白真理浅 白环信心认识到 也不是马上就能变的 才给点时间让她变化 这次揭露解剖过后 应该会有些好转的 所以 我还是没有撤换她 平时 还注重交通帮助她 谁知两个月后 又有弟兄姊妹 反映萧妍的问题 还说 有姊妹都被挟制地消极了 那她这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是啊 那时 我感到很诧异 我已经给她交通帮助过多次了 还对付揭露她 她怎么还是没有一点悔改变化呢 这是我意识到 萧妍不仅仅是 溜露败坏性情这么简单了 于是 我就开始了解弟兄姊妹 对她的评价 看到评价后 我感到不可思议 凡是跟萧妍学技术的 弟兄姊妹都反映 萧妍性情凶恶 总是莫名其妙地 教训人打击人 跟她相处 总有种莫名的恐惧感 平时 弟兄姊妹指出她身上的问题 她当面承认 可过后 就为自己辩解说 是弟兄姊妹素质差 学习技术不用心 总是犯一些低级错误 是弟兄姊妹在挑衅她 才导致她发火教训人的 她还说自己是好人 说她要不是好人 世上就没有好人了 能说出这话 这也太没有理智了 是 可不是吗 萧妍给弟兄姊妹 造成了伤害 没有一点愧疚 还倒打一耙 强词夺理 把责任都推到弟兄姊妹身上 看到她丝毫不认识自己 也不是接触真理的人 是 正好当时看到一段神的话 使我对萧妍的恶人实质 有了些分辨 全能神说 虎脚蛮缠的人做事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随心所欲 说话竟是歪理邪说 不可理喻 满了凶恶性情 谁也不敢与她交往 没有人愿意与她交通真理 唯恐惹祸上身 跟她说点心里话 还提心吊胆 很怕哪句话说得 不对她的心思 不合她意 就被她抓住 蛮横指责 这是不是恶人 是不是火鬼 性情凶恶 理智不健全的人 都是火鬼 人与火鬼交往 一不小心 就会惹祸上身 教会中有这样的火鬼 存在 是不是大麻烦 她撒完坡 打完滚 发泄完之后 也会说点人话 给人赔礼道歉 但过后 也不会改变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 心情不愉快 又开始撒泼打滚 说歪理了 她每次撒泼 发泄的对象 都不一样 而且每次发泄的 根源背景 都不一样 就是任何事 都能让她发泄 任何事 都能让她感觉不满 都能让她 用撒泼耍满的方式 来对待 这太可怕 也太麻烦了 这种像神经病 一样的恶人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发疯 不知能做出 什么事来 我最恨恶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有多少清理多少 把他们都清除出去 我不愿意 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这样的人 心思又浑 性情又慢 满肚子都是歪理鬼话 临到室 就用血气的方式 来发泄 这些人发泄时 有的哭 有的喊 有的跺脚 甚至有的摇着脑袋 指手画脚 简直就是畜生 不是人 他就不说自己有问题 而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还要埋怨别人对他不好 才导致他有这样的表现 就好像他撒泼打滚 无理取闹 都是别人引发的 他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他是正当防卫 都是别人不对 只要他不满意 他就开始发泄怨气 胡说八道 尽讲他的歪理 好像都是别人的错 只有他是好人 别人都是坏人 不管他怎么撒泼打滚 怎么讲歪理 都得让人说他好 做了坏事 也不许别人揭露 指责 如果你说他一个不好 那就跟你纠缠个没完 你就别想好过了 这是什么人 这就是胡搅蛮缠的人 胡搅蛮缠的人 都属于恶人 阿们 阿们 神皆是胡搅蛮缠的这类人 性情凶恶 稍不合自己的意 就发火撒泼 他们只顾发泄心中的不满 对人贬低论断 恶语重伤 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做书伤害人的事 不仅没有懊悔 还厚颜无耻地 用各种歪理邪说 为自己的恶行辩解开脱 这种人 没有良心理智 无论做多少恶 都不会有丝毫的悔改 是 对照萧妍的表现 她就是神皆是的这种恶人 有些弟兄姊妹学习技术 本身就没有多少基础 操作慢点 出现点差错 这都是很正常的 有点人性理智的人 都能理解丹量 是 是 可萧妍对待弟兄姊妹 就跟对待仇人一样 稍不如意 就发火殉耻 并且 还能随意地挖股贬低 打击弟兄姊妹的积极性 性情中带着恶 给弟兄姊妹带来伤害 期间 我多次给她交通帮助 也严厉地对付揭露她 这些表现的性质 是在打压人 是恶性 她当面不讲理 不反抗 接受的态度 看着也挺诚恳 并且 还能向弟兄姊妹 承认错误 赔礼道歉 甚至 留下懊悔的眼泪 可一转脸就变样了 就为自己诡辩 过后 一而再再而三 屡教不改 可见 萧妍丝毫不接受真理 当初满口答应 愿意悔改变化 都是骗人的鬼话 是 她给弟兄姊妹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她不但不懊悔自己 还倒打一耙 说是弟兄姊妹 在挑衅她 才导致她 发火教训人的 她实在是 太不可理喻了 对照神话语的结实 萧妍就是这类 胡搅蛮缠的恶人 她不但不适合 再尽这个本分 还应该尽快 将她隔离 清楚地教诲 对 是 认识到这儿 我感到很自责 想想弟兄姊妹 多次给我反映萧妍的问题 希望我能及时 调整她的本分 可因为我没有分辨 光是看到外表 能有些撇其花费 每次揭露对付之后 也能谈些认识 掉点眼泪 我就认为 她能接受真理 让她这教会 作恶搅扰 这么长时间 我还劝反应问题的 弟兄姊妹 对萧妍要包容忍耐 我看人看事 不根据神的话 而是凭自己的观念想象 我真是太愚昧糊涂了 奥会中 我看到神的话 这一类假带领很常见 遇到恶人敌基督 他分辨不出来 就告诉别人 得忍耐 包容 学功课 让别人顺服敌基督 顺服恶人 他就是不分辨敌基督恶人 也不处理敌基督恶人 敌基督的各种表现 交通了这么多 明白真理的人 都会分辨一些 你们说 假带领这一类人 会不会根据 敌基督的表现对号 会不会分辨敌基督 他不会分辨敌基督的后果 是什么 他就有可能被敌基督篡权 让敌基督控制教会 最后 任凭敌基督搞独立王国 他如果不会分辨敌基督 他不可能把敌基督 当作仇敌对待 采取揭露 分辨 弃绝 他如果不会分辨敌基督 他很可能会把敌基督 当成弟兄姊妹对待 采取忍耐 包容 结果导致敌基督掌权控制教会 所以 不会分辨敌基督的后果 是严重的 是不堪设想的 假带领不明白真理 不会分辨各种人的实质 只会讲字句道理套规条 不管对什么人都讲爱心 都讲悔改 都给人机会 这是不是宗教牧师的做法 是不是法利塞人的做法 有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分辨出 是恶人 是敌基督 但假带领还说 不能随便论断人 定罪人 人家那么热心花费 那么能付代价 人家不是敌基督 也不是恶人 就说两句狠话 哪是恶人呢 假带领 不会看人的实质 也看不见 敌基督做事的后果 还对敌基督讲爱心 讲包容忍耐 还劝勉敌基督 反省认识自己 就真实悔改 敌基督再认识自己 他的本性能变吗 他能真实认识自己吗 绝对不能 阿们 看到神的话 我更感到蒙羞 我的所作所行 不正是神揭示的 这种假带领的表现吗 弟兄姊妹多次 给我反映消炎的表现 我不是寻求真理 根据神的话 分辨消炎的实质 而是一味地 让弟兄姊妹 对消炎包容忍耐 导致弟兄姊妹 被恶人打压 这么长时间 我真是个 瞎眼领路的假带领啊 作为带领 我的职责是交通真理 解决教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当有恶人 敌基督 搅扰教会生活 打压弟兄姊妹时 能及时地分辨处理 保护好弟兄姊妹 不受搅扰残害 维护教会的工作 是 可是我呢 消炎作恶 打压弟兄姊妹时 弟兄姊妹 一次次地 给我反映消炎的问题 我不寻求真理 看不透问题的实质 还凭观念想象 一次次地交通帮助她 希望她能悔改变化 迟迟没有扯换她 给了消炎 继续打压 伤害弟兄姊妹的机会 我这不成了 恶人的保护伞吗 我心里 懊悔自责 觉得亏欠神 也愧对弟兄姊妹 我恨自己 太愚昧瞎眼了 接着失败 能学到功课 认识自己的败坏缺少 这也是收获呀 以前 我还觉得自己 明白些真理 会分辨人 但接着事实的显明 神话语的揭示 我才看到 自己就是个睁眼瞎 光看人的外表 连这么明显的恶人 都不会分辨 是啊 过后我就琢磨 弟兄姊妹一次次 给我反映消炎的问题 我为什么就没有分辨出 她是恶人 及时撤换她呢 我的问题 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揣摩中我意识到 主要就是因为 我把消炎恶人实质的流露 当成是一时的败坏性情 结果这么明显的恶人 都没有分辨出来 还一次次的交通帮助 给悔改机会 过后我就寻求 到底败坏性情的流露 和本性实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该如何衡量呢 是啊 星球中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被撒旦败坏的人 都有败坏性情 但有一部分人 只限于有败坏性情 另一部分人 则不是这样 他们不仅有撒旦败坏性情 而且其本性已恶毒到极处 这类人所做的 所说的 不仅限于流露撒旦的败坏性情 他们是正宗的魔鬼撒旦 他们所做的 都是打岔搅扰神的工作 他们做的 都是搅扰弟兄姊妹的生命进入 破坏正常的教会生活 这些披着羊皮的狼 早晚都得被清理出去 对这些撒旦的差异 应采取毫不客气的态度 采取弃绝的态度 这才是站在神的一边 若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都是与撒旦同流合污 单有狄基督性情的人 还不能定性就是狄基督 只有具备狄基督本性实质的人 才是地道的狄基督 这两者的人性肯定是有区别的 在不同人性的支配作用之下 他们对待真理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对待真理的态度不一样 所选择的道路也就不同 选择的道路不同 所产生出来的做事的原则与后果 也就有所区别 有狄基督性情的人 因为有良心作用 有理智之廉耻 相对喜爱真理 当流露败坏性情的时候 他内心能有责备 能反省 能认识自己 也能承认自己的败坏性情 败坏流露 从而能够背叛肉体 背叛自己的败坏性情 达到实行真理 顺服神 而狄基督则不然 他因为没有良心作用 也没有良心知觉 更不知廉耻 所以当流露败坏性情的时候 他不会根据神话来衡量 自己所流露的是对还是错 是败坏性情 还是正常人性 到底是否合乎真理 他从来不反省这些 那他是怎么表现的 他始终坚持 自己流露的败坏性情 与选择的道路是对的 他认为自己怎么做都是对的 怎么说也是对的 一味地持守自己 这样一来 他做了再大的错事 流露了再严重的败坏性情 他都不会认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更不会对自己流露的败坏性情 有认识 当然 他也不会放下自己的欲望 背叛自己的野心 背叛自己的败坏性情 而选择顺服真理 顺服神 这样的道路 从这两种不同的结果来看 有敌基督性情的人 有机会能达到明白真理 实行真理 能达到蒙拯救 而有敌基督实质的这类人 不能达到明白真理 实行真理 也不能达到蒙拯救 这样的结果 这就是两者的不同 阿们 阿们 神的话 把败坏性情 与本性实质的区别 说得很清楚啊 是啊 是啊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衡量人士 一时的败坏性情流露 还是属于本性实质的问题 一方面 看他有没有良心理智 他做的事 是否超过良心理智的底线 另外 就是看他对待真理的态度 他能否接受真理 接受修理对付 做恶以后 能否悔改变化 是 有敌坏性情流露 但不属于恶人实质的人 有了过犯或者做了恶 因为他有良心理智 心里就有责备 能寻求真理 反省认识自己 过后有悔改变化 而有恶人实质的这类人 他们丝毫不接受真理 本性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另外 他们没有良心理智 不管做了多少恶 给教会工作带来多大亏损 给弟兄姊妹带来多大伤害 他们都没有良心知觉 不感觉亏欠 更不会反省认识自己 是 无论神的话怎么揭示 弟兄姊妹怎么修理对付 他们都不会有丝毫的悔改变化 这种人 就是本性实质的问题 而不属于败败流露了 对 是 想象 萧嫣教弟兄姊妹技术时 常常教训人贬低人 把人挟制打击得消极了 可他没有一丝愧疚 甚至还为自己讲理辩解 过后没有一点收敛 还倒打一耙 说弟兄姊妹挑衅他 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看到萧嫣没有丝毫的良心理智 他对待人 不管年龄大小 不分什么背景 就是一味地教训打击 无论带领工人怎么修理对付 过后丝毫不变 凡是跟他接触的人 都感到恐惧 压抑 厌烦 这显然是本性实质的问题 萧嫣就是个恶人 对 是 明白了这些啊 我心里亮堂多了 感谢神啊 这么一交通啊 我心里也亮堂了 我对张恒恶人的实质看不透 主要就是对败坏流露 和本性实质的区别 不会分辨啊 是 后来啊 我就和佩达撤换了萧嫣 并和弟兄姊妹交通 揭露解剖萧嫣的表现 准备讲得清楚去教会 当时有的弟兄姊妹 也像我一样 对萧嫣的恶人实质没有分辨 认为她信神时间短 应该再给悔改机会 想到我之前就是这种观点 才让萧嫣在教会 作恶搅扰这么长时间 不会分辨人真是太危险了 是 于是我们就结合神的话 和弟兄姊妹交通 怎么分辨恶人 该怎么对待恶人 如果不把恶人清除着教会 有什么危害后果 当时我们读了一段神的话 那我来读吧 好 这一段 你们说 如果一个人被定性为恶人 还用不用交通真理帮助他了 不用了 有的人爱心太大 总给恶人悔改机会 这能达到果效吗 这合乎神话的原则吗 你看见哪个恶人 能有真实的悔改 谁也没有看见过 盼望恶人悔改 就是可怜毒蛇 就是可怜野兽 因为根据恶人的实质就可以确定 恶人是永远不会喜爱正面事物的 永远不会接受真理 永远不会悔改的 在恶人的字典里 就没有悔改 就没有悔改这两个字 你怎么交通真理 他也不会放下自己的存心与利益 还会抓住理由 找各种借口作为根据 谁也说服不了他 他要是吃亏了 就不算完 就没完没了地和人纠缠 这样的人 一点亏都不吃 还能有真实悔改吗 太自私的人 都是例子当头的人 都属于恶人 是永远不会悔改的 阿们 阿们 是啊 恶人的实质就是魔鬼 是抵挡神的 他们是不会悔改的 给再多的时间 也不会有变化 没错 是啊 一个人的本性实质 是什么就是什么人 永远不会改变 不在乎人性神时间长短 是 有的人性神时间短 还没有做出太大的恶 但是一旦能够确定 这个人属于恶人 效力也得不偿失 就应该尽快清除住教会 这是完全合适的 不用再给悔改机会 是 对 恶人就是恶人 永远不可能接受真理 不会悔改变化的 如果不尽快清除 留在教会 只能打插搅扰教会生活 伤害弟兄姊妹啊 是 后来通过聚会交通 弟兄姊妹 对萧嫣的实质 也有了分辨 认识到 给恶人机会 就是给撒旦机会 把恶人留在教会里 就像在教会里 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都能打岔 搅扰教会工作 是 后来 经教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 弟兄姊妹通过 将萧嫣 清除出了教会 感谢神啊 这下弟兄姊妹 不被打压 不受挟制 能正常进门分了 是啊 是啊 经历这次环境啊 我看到 神家是真理掌权 公义掌权 教会里 隐藏的一切 敌基督 恶人 不信派 早晚都会被清除 即使有些恶人 隐藏在教会里 一时没有被发现 但因着 他们本性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 不接受正面事物 早晚都会被神显明淘汰 没错 是 教会里出现 敌基督 恶人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表面上看不是好事 但是 就借着这些人的表演 使我们对他们厌烦真理 仇恨真理的实质 有了分辨 敌基督 恶人 不信派 就是神做工的效力品 衬托物 是为了成全我们 明白真理 长分辨而效力的 对 是啊 萧嫣最终能被清除出教会 完全显明了神的 公义智慧 阿美 后来呢 我们根据原则 又选用了一个姊妹 教弟兄姊妹技术 这个姊妹 对工作负责任 对待弟兄姊妹 也有爱心耐心 大家学习时 遇到卡壳的地方 他也能耐心地讲解 学习起来都很轻松释放 感谢神 这次经历 是我对一个人的表现 是败坏性情的流露 还是本性实质 有了些分辨 也看到 根据神的话 分辨人太重要了 是啊 我能有这些收获 都是神话语的带领开启 达到的国效 阿们 感谢神 感谢神 听你这么交通 我也知道 该怎么根据神的话 来分辨人了 是啊 太好了 感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